各位朋友大家好 继续为大家介绍你失眠的偏方 曾经说过一个短暂的失眠 一个长者长期的失眠 今天这个不止是失眠 还有个心跳过快的 失眠有多梦的 有无记性的 一个长者的偏方 而有朋友的姑婆用过 十分有效 现在先介绍大家这个材料 挡芯要15克 去核的红组10粒 墨冬伏神各10克 水要8碗 这个制法就是把所有材料都洗净 有时间可以把它浸浸 容易出味 总共用8碗水煮滚了之后 改用小火煮至剩2碗的水 这两碗的水不是就这样喝掉 而是把渣隔了 去到渣的水分 用来煮饭 或者是把它煮粥 如果煮粥 你喜欢甜的加少许糖 如果是要吃咸的 可以加些碎的瘦肉 这个 粥 或者是饭 它的功效 对于你的心跳 不是那么平均 而是忽然间就很快很快 同时 很没记性 睡觉的时候 睡得不灵 失眠 还要做很多梦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喝了这个粥水 或者用它来煮饭 是有很好的效果 这个做出来是两个人份量 要吃的时候 不是说一次半次就可以 是要一个星期吃两次 如果是一个人的 你煮了这个份量的粥 可以分为两次 你可以一个星期里选择 今天吃了 然后隔两天之后再吃 那份就放入冰箱 一个星期两次 只不过是煮一次 但是总共就要吃一个月 就是四个星期 每个星期吃两次 如果你一个月之后觉得 情况有改善 你可以改为一个月吃一次 如果你一个月吃一次 那个材料方面 那个档芯 都是保持用15克 但是其他的材料 全部减半 就是这个红组要5粒 麦冬福神各5克 水就是4碗 煮到只剩一碗多的水 然后把它煮粥 这样就可以一个月一次了 我朋友 她自己的姑婆 是六十多岁的时候 就有以上症状 心跳得很急 又睡不到 又发了很多梦 那么 吴卓奇医生就介绍了这个方给我的朋友 六十多岁的姑婆 就照着这个方 一个星期两次 吃了一个月 就已经见效了 所以跟着呢 他就一个月吃一次 那总共 多吃大约半年 就已经完全没有事了 他现时 已经是89岁 在这二十多年里面 完全没有发作过 所以这个这么简单的 而有效果长达 二十多年 可以令到你 心跳回复正常 不用方塞塞 又睡得好 又没有那么多发梦 你说 值不值得试下呢 希望有需要的朋友 考虑一下 多谢你们的收听